嗨 各位寶咖咖 我是樂咖 今天我要跟各位公布一件事 就是我有辦抖音帳號了 今後也會在上面發些短片 會有日常的 也會有狼殺的 還會有蛋仔派對的 連結也有放在影片底下 大家記得要去關注喔 看到我的隊友了 欸 你看得到我嗎 你看到我 什麼意思 看得到啊 什麼意思 這隊友是怎麼回事啦 問我看不看得到他 然後還搞到自己當掉 太好笑了吧 先把這9號刀 哇 1號怎麼剛好跑下來 糟糕 我一定會被他踩的 哎呦哎呦哎呦 被我抓到了 10號 10號你把9號刀了 然後就跑喔 不好意思 你不可能是好刀 姐姐啊 你怎麼能這麼確定呢 搞不好我真的是好刀啊 算了 跳戴刀的話 你們一定講不過的 啊你怎麼看得到屍體啊 你是第三方是不是啊 欸 1號明明就你自己刀了 我去解通訊的時候 還看到9號 9號在餐廳 然後你也在餐廳 肯定是你製刀 喔 3號踩1號欸 看來我有機會了 好啦 其實3號是我派過去好人那邊的性別啦 欸嘿嘿 恩 3號把演好沒有說服力喔 他直接講重點 他自己路線也沒報 然後1號講得滿詳細的啊 我覺得我會相信1號 欸就是 欸 欸 我 我什麼都不知道 謝謝 個人覺得1號不是刀到線人 不然就是自刀自爆啦 我剛才在監控室 還在跟12號講話 然後他說他卡住了 他卡住了 通訊中斷的時候我經過儲物間 然後看到一個刀光 我只是經過 然後他就自己馬上拍了 然後他就把刀人的罪 灌在我頭上 所以我覺得1號應該是 以為我看到他面刀啦 但是我 我只是看到刀光而已 30應該是雙狼啦 我們先配合這張閃號主角 我是看到我面刀啦 我是看到我面刀 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錯 然後先配合這張閃號 閃號是我狼隊友 你要不要聽聽看你現在講什麼 42號想保我 但是又想踩我 到底是什麼情況 你這次要演哪一出啦 先決定一下好嗎 什麼鬼啦 怎麼會相信1號啦 3跟12是重套路 先票1號啦 我不是發狼隊友 我好了 這裡 要我金水 要我金水 什麼東西啦 我第一次聽到有金水 然後還會被票的耶 但這場是路人局 所以會跑出各種千奇百怪的花樣 我也不覺得意外啦 倒不如說這才是狼殺好玩的地方 還是解一下通訓好了 免得等一下被好人懷疑 雖然說成功迴避了面刀死神 但還是不要繼續引起注意比較好 畢竟現在1號可是踩我踩的死死的啊 這11號追著我耶 那就把他引過來好了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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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號 結果反而被搶先槍掉了 11號跟著10號把10號刀了 然後我的劍亮起來了 我就把11號砍掉了 喔 好啊 刀得好啊 真的是有夠衰的 早知道就趕緊先刀掉11號了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1號是絕目人啊 難怪他看得到屍體 欸不是啊 你是絕目人的話 幹嘛不乖乖的埋屍體呢 偏偏要在這邊搞我 真的是 氣死我了 這邊看到4號在監控室掛機 但是我的CD也還沒到 我就先繞過去假裝解任務 這邊看一下情況好了 喔原來從監控室走出來的是我隊友啊 欸幹嘛幹嘛 欸 原本想要搞雙刀的 但這隊友好像不太OK 而且還一直跟著我 12號你幹嘛啦 12號你幹嘛走開啦 一直跟著我幹啥呢 4號還在監控室吧 哎呀我來讓你解脫一下 你就不需要再因為網路不順而煩惱了 這邊CD也快好了 剛好看到一個6號 他往泳池的方向跑好像是去角落裝水 那這不正是發揮青道夫技能的好時機嗎 刀在那個位置 除非也有裝水任務 不然也好人應該是找不到屍體的 來按個通訊中段 試試看是不是真的看不到屍體 喔他直接經過 看來這刀人的位置的確是很不錯啊 既然CD又轉好了 那就再出一刀吧 話說監控室那具屍體居然還沒有被踩到欸 總覺得有點奇怪 過去看看好了 欸屍體不見了 這場有絕目人啊 欸什麼東西 等一下 所以我怕要清道夫屍體喔 我剛剛想要去觀景台下來資料 結果人就突然被拍過來了 我覺得這一輪一定有魔術師啊 啊我覺得11號一定會是魔術師吃到現人 那剛才監控室也有一具屍體 剛才從我旁邊跑過去的是7號 所以我這邊仲裁7號 爹爹啊你幹嘛自殺啦 這隊友不刀人 然後又亂居 又一直跟著我 但這局死了那麼多人 我隊友根本是魔術師吧 10號是剛倒不久喔 那時候我才跟他從那個酒吧擦肩而過 我往下走的時候 到廚房門口 就被拍了 然後10號就死了 那他才剛死不久 所以他應該死在電影室那裡 然後7號確實有在左半邊 我也有看到 一舉就死7個 那這一場應該就是有魔術師啊 你說我在左半邊還是你看錯了 11號是有看到他任務條有動啦 他應該有看到我任務條有動吧 然後我都沒找到屍體 那應該就是有魔術師了啦 12號為什麼被拘啦 12號有跟誰交換的身份 但是他魔術師 沒有我看都沒有跟人講身份好像吧 我沒有看到12號 大家最後決定是票7號 我個人也覺得7號最後可能是魔術師 所以先把他票掉也好 但由於剛才12號隊友莫名的想不開 直接自爆 所以現在我必須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 刀掉兩個人才能贏 如果我隊友還活著的話 我們狼人和好人2比3 只要再刀一刀就可以直接贏了的說 現在要做的是分散好人 可以的話贏到角落最好 才不容易被發現 先按一下通訊中段 看左半邊的好人會不會跑過來解 剛好看到一個9號 直接刀了吧 然後再跟進跑去泳池那裡 因為好人一定會去解通訊 這樣CD到了之後才能立刻刀人 被解掉了 那我就跟著這個11號吧 好險他沒有往街機廳的方向 把餐廳的門關起來 這樣他就跑不了啦 為我獻祭吧 11號 隊友直接自殺 一大日子就被騎他自己啊 他那麼刀我 突然我要刀誰 刀隊友嗎 但他一定先自殺了 青道夫雖然是我認為 最爛的狼人職業 但是當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候 才是能發揮一定的用處的 不過絕大多數的時候 都不太行就是了 最後再順便提點下 我將會在11月4號 下午4點參加淡載判隊的 長家電競杯 也會同時開直播 讓大家一起觀戰 那在結束之後呢 還有一個我自己個人舉辦的 樂咖雷台賽 相信可以去我的YT社群查看喔 歡迎大家多多參與 最後也感謝我們頻道會員的支持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請按個讚 並且分享出去 然後留言 讓我們知道吧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 下部影片見